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是專家開咪 既然身邊有這位嘉賓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執行董事 陳銘康博士 工程師 也是太平紳士 Hello 陳老師 你好 Hello Jan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其實在說聖誕節 也祝大家聖誕快樂 不過有時候聖誕有些人覺得聖誕不環保 因為都製造了很多不同的 聖誕樹等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垃圾 是的 我也要大家有一個綠色的聖誕 和歌曲有一個綠色的聖誕 怎樣可以做到綠色聖誕 我也想學習一下 第一 先不要太浪費電 吃東西 大家一定是聖誕節 大飲大食 廚餘 起碼不要太多 你懂得多少 你就叫多少 那你就不要吵到別人了 最重要是你不要開個唱機 開個喇叭可以很大聲 跳舞 不要吵到別人 最重要的是 如果天天開派對 那就不用什麼了 你用自然光 總之各樣都要接 各樣都要省下 大家想多一步 省水省電 省肺 但是 Dr. Chang 大家都知道 剛剛開完環保會議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似乎大家都開始 不是開始 逐步很嚴肅地去看這個所謂的議題 如何減碳等等 但是你看回現在香港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我們建築物太密 所以建築物究竟怎樣跟環保 怎樣拉上一個關係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給聽眾聽聽 其實你問這個問題 相當之好 因為大家看到一些建築物很漂亮 以為環保沒有什麼 玻璃窗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香港 尤其是世界 不知道為什麼香港 其實對於綠色建築 那個知識是很薄弱的 因為看不到 那要靠你們出來說多些 對啦 你說如果一個建築物 每個人都有個煙通 這樣就這樣 大家看到了 沒有 大家以為看得到很頑固 其實我告訴你幾個數字 以全世界來說 大概所有的碳排放 佔了百分之四十 就是跟樓宇有關的 相當之大 香港還要緊 香港沒有什麼工業 香港 香港呢 產生的電 樓宇有說 是用了百分之九十 你說緊不緊 厲害 因為在發電那裡 它是用煙氣的 它用天然氣 或者煤 或者煤 那在那裡 其實它產生的二氧化碳 是達到百分之六十 全香港 所以 香港要搞碳中和 就一定要建築物 建築那方面著手 是的 但是怎樣著手 現在都說很多都是環保 那些樓宇都很先進 smark 建築物 那些 即是 這個樓宇的碳中和 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已經化了 2050年 之前 阿星爺經常說 就要達到碳中和 要實踐這個 想知道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怎樣去推動業界 或者策略是怎樣的 是的 其實我們在2019年 就是世界樓宇建築議會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根據它的響應 就 我們叫阿灣星 邁向碳中和 在建築 怎樣去邁向碳中和 我們在2019年 就開始在香港 推出向我們這件事 就有幾個關鍵的訊息 第一就是 先把招牌放出來 香港樓宇建築議會 在香港會推行 邁向碳中和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些人 根本之前沒有想到 香港有高密度的城市 可以去到碳中和 那行不行呢 每個人都有問號 那我就要 第二個訊息 就告訴他們 可以的 香港是可以的 那第三個 我們有一個觀念 就是世界來說 就越增越多 高密度的城市 我們覺得 每個人都沒有解決的 每個人都沒有解決的辦法 我們就說 我們想做到 一個觀念 就是香港做到一個 擁有一個 擁有其他 不同的城市 但有什麼標準呢 就是綠色建築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階段標準 去評估它 達到這個 準則呢 一個綠色建築 就是一個綠色建築 另外這個 碳中和 是其中的 一樣 因為綠色建築 還有很多 如果在 碳中和 是有一個目標的 因為 一向 一些人 就知道 我們要去到 1.5度 兩度以下 好了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建築 我們要做到 怎樣才能做到 這個叫做 巴里斯 就這樣聽到這些數字 就好像很容易明白 但是建築物 怎樣配合 是的 一個是 温度 一個就是 減多少 所以我們就有幾個策略的 第一 我要告訴別人 你要去到 2度或1.5度 你要減多少 才可以呢 我們用一個 叫做 Science Based Target 叫Initiative 這個聯合國的 一個計算方法 我們現在正在做 這個 一個工具 這個就是說 業界就可以很容易 清楚 我們要減多少 第二 我知道要減多少 怎麼減呢 這樣 這樣也要解決的 要解決的方法 沒有人有所有的辦法 我都不懂的 最好就是 用孔鳴者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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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箭 弄一隻艇 然後射箭 我也是用這個辦法 我就弄了一個 比賽 這個比賽 我是很真實的 首先我要告訴大家 地產商是很重視這件事的 所以我找一個地產商來做贊助 他就給了百四萬 還有一件事 這些東西要真實才可以 否則只有行空上場 我們那個 分了兩部分 一個就是新的建築 新的建築 我就叫那個贊助 那間發展商 直接好像我要建造這個建築 那樣 寫了所有的要求 出來 就出去 讓人來做競爭 如何能夠做到一個靈炭 如何建造一個新的建築 第二 剛才謝偉傳也有跟我們說過 有建築的建築 有四萬多個建築 在二零五零年 大部分都還在那裡 那我要在那裡 他們減碳減到才可以 那裡 那裡 就太古 不是 就是那個 散座的建築 他擁有一個 存在建築 就是那個 Oxford House 那裡 他就給了這個建築的設計 給了他的 用電的特性 另外一個東西出來 亦都擺出來 好了 你們這些人 為我去看看 如何能夠改裝 改裝 去到 做到靈炭的標準 那就是兩個分別的競爭 另外 剛才我說 我要做到低模特兒 在另一個城市 所以 剛剛我們過去的兩個星期 就做了一個 國際的會議 把我們大家的東西 分享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 推動的策略 剛才Isa 特別提到 綠色建築 你說綠色建築 其實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 何謂綠色建築 單是美化環境 或者新增太陽能板 這可能是一般大家的認知 是否都是其中一種 是的 當然這兩樣也是 但是 完全不像你那個 首先 我們認知 所以要問 其實 首先兩件事 我想生命周期 我們就不只是看 你起樓起樓的時候 我們要看整個生命周期 是 由選址 去到設計 去到建築 去到建築 去到營運 然後拆樓 所以我們有一個六遍盤庭 我們有一個BIM Plus BIM Plus BIM Plus 分開幾樣東西 第一 有一個 就是 新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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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就是 新建議項目 既有項目 第三 就是 室內設計 因為現在很多人很注重 健康 身心健康 所以室內裝修 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一套 就是 有多人性 你由選址 你由 起樓的方向 你有沒有做一些 綜合式的設計 你不是說 一個設計員 就給別人 又給別人 到最後 你想做得對 也很難 另外 省水 省電 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例如 噪音 空氣污染 水 然後 廢物 廢物 現在沒有叫廢物 現在是資源 是一個資源 就是這一系列的東西 做完之後就打分 看看你多少分 最高分 就是白金 金 銀 銅 銅 聽起來也有很多要求 是的 是的 好 不如在這個位置我們先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這一部分 就是專家開麥克風的專家 就是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執行董事陳永康博士 工程師 太平紳士 你好 一開始 今天 醫師陳永康學了 聖誕都要綠色的 當然 很多範疇都可以跟綠色有關 但是有時候 我們在說 都是真的要教育 從小開始 慢慢培養 否則 到大後才去教育 有時候 可能 力度也不夠 這方面 問問醫師陳永康 綠色建築議會 其實在教育方面 怎樣去推動 是的 我們除了一些專業之外 學校著手是很重要的 就是轉另一個層次 是的 變成小學生 中學生 又怎樣 我們就 馬會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問馬會 馬會聽到 都好 很有意義 都賺了我們一個很大筆的錢 這個計劃是怎樣 分開兩個計劃 第一 就說真的去一間學校 幫他做一些減電的東西 比如說 那些冷氣 不夠 效能不夠 就幫他 那譬如說 那些太陽四天來 很熱 就想一些隔熱的鐵 另外 太陽能板 做這些 我們目標就是幫他們 省10%的電 這也是很厲害的 這個分析 我們做到120間學校 也不錯 這就是實際上 幫那間學校學 等學生 第二就是 那個概念 是甚麼 是相當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 成年人都可能 未必清楚了解 何況就是 小孩 小孩 那我們在那120間學校裡面 重點 我們就搞一個 我們剛才說六件環評 我們搞一個六件環評的簡易版 給學校的 既有的學校 這個就說 我不需要找顧問 不用花很多錢 來做評估 做到一個很簡易版 讓校長 先生 和學生 都懂得 如何做這個評估的方法 最重要是 簡易明白 是的 是的 然後 他們 如何改善 因為他們每年都要做一次 在這五年內 他們要做 這一個計劃是五年的 他要每年 改善 每年改善 因為 五年之後 你可能會做一間建築 都很殘忍 或者比以前更差 我要他持續改善 每五年就改善一次 學生和老師 那些老師 就一定要想一下 我會有什麼辦法去改善 那 這裏現在是一百二十間學校 現在我們 因為我們都做得不錯 他覺得 那就會延伸 現在我們就可能 問他多錢 做多三百間 那摩爾 已經等於為香港 佔一半左右的學校 Totcha Chan 你要教學生 教校長些什麼 哪方面去做到 所謂的綠色環評 那樣的事情 首先有些規條 你知道到什麼為是綠色建築 例如綠化 綠化有多少才夠 你用電 過去的五年 你減了多少 省水又省了多少 那這個概念就是 你跟以前比 你好了多少 就是一個持續的改善 前後的比較 那個理念 洗腦的 不斷地學生去思考 我要省水 省水是其中一件事 省電也是其中一件事 綠化也是其中一件事 減醋也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綠色建築的概念 即是游世培養 這些叫做 那這個長遠的影響是很大的 對於我們下一代 我們明白 這個計劃相當好 是的 推動就由小來培養 到大了的時候 大家說到綠色建築 其實很多東西都包含不住 不論是商業模式上都有 疫情之下 不同的商業模式 都會受到影響 對環境的要求 也較以往不同了 在推廣綠色建築 又如何配合 會不會難了 疫情之下 還是容易了 我想兩樣都有 最初一定是困難了 突然間 又不知何時開始 我們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怎樣好呢 會不會三個月頭又沒事呢 但最後呢 我們說不是了 一個長遠的測量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們去年 就多些線上的事 現在就開始線上線下 一起做 一個大家的混合 兩個人都有 舉個例子 我剛才不是說 做了一個國際的會議 就是阿灣星 那他就給了我一個機會 我請了很多外國的專家 一起去討論 差不多有一半的專家 有四天的會議 差不多有一半左右 都是外國的專家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怎樣 在外國呢 都可以去聽 去加入這個會議 我們呢 又有一些 香港的專家 又在香港那裡說 也都有一些 panel discussion 也有些交談 一個就是 陸公衛 就找了我們很多 大的發展 最初的人 說一下他的理念 要去推動 你永遠最頂的都很重要 如果最頂的都一起 跟我們一起去討論 他們在他的層次 怎樣去推動 這個力度會大很多 會大很多 起碼他們的公司 聽到什麼 因為這樣還不打緊做 這個是相當之好的 如果回到香港 其實 你始終要推行綠色建築 或者環保 其實就不能忽略發展商的心態 對他們來說 就是怎樣有什麼 有什麼有因 刺激 有因可以令到他們做多些 那永遠都是 caras and sticks 有蘿蔔有棍 那其實政府 就不是說在20 就是現在declack 2050年 他才做事 其實呢 就是之前已經做了 那棍是些什麼呢 就是regulation regulation 政府已經有很多regulation 有很多指引出來 出了很多 例如能源 能源標籤 你現在去買雪櫃 一級二級三級 那些 買雪櫃 買電視 買一些電器都有 那這些是電器 那電器 這些能源標籤 是很有效的 就對一些 政府很難去接受到的人 舉個例子 你們業主 哇 一千上萬的業主 政府怎樣去推 只是電視教育 沒有用的 最有效就是 你買那些電器產品 你每五六年都要換的 每五六年 你在那裡選擇的時候 都好 那這個是最有效的 好了 那developer 那怎樣呢 那developer 最重要就是 他亦都有些規管 譬如說 你的燈的照明 效率是要怎樣 冷氣機啊 升降機啊 那些電器的效能 是有效率 即是有效率 即是有效率 是的 也都現在每十年 就要做一個 能量的 這個必定要 那這些就是 Stick Carrot就是怎樣 你參加了六年環庭 是其中一個先決條件 你可以拿到地積 面積的 就是豁免的 那些 這個政策 那這個相當 有效的 這個 這個 這就是 這個大大大 相當之有效的 如果單從香港 我們經常說 我們形容地少人多 那當然香港不是沒有地 就是以開發的土地也有少 那其實我想問問 Dr Chen你自己覺得 香港有沒有 田面推行這個綠色建築 有的 就是高密度的城市 和低密度的城市 其實也有它不同的 requirement 來的 那 香港 地質人多 不是 地小人多 地小人多 那其實呢 也都有它的好處 如果你比起 那些 很多的交通 交通 交通呢 我們這個坦排榜 是比別的地方少的 因為我們有公共交通 為什麼我們有公共交通 因為香港我們有 我們方便 集體運輸 是的 集體運輸 我們也不用駕駛一個小時 買麵包 那這些呢 是一個 香港來說 是一個高效能的一個城市 但是呢 我們面對的挑戰 就是我們不可以建木屋 我們要建石子的樓 那我們可能呢 那個建築 那個座向會很重要 因為呢 每天 又不阻礙到人 又不要被人 阻礙到 那 我們編盤 雖然少 現在政府呢 都去盡量鼓勵 一些人 蓋太陽能 是 那 我們呢 應對一個高密度的城市 就是那個熱島的物件 嚴重 那為什麼可以解決它呢 這些就是大城市 其實一定有的 很多大城市 這個大廈呢 有一個套餐的 即不是貼到馬路的 套餐 那你變成你 空氣的流通 那個階段 那個空氣呢 你便可以解決一下 那第二樣 就是 那個 綠色的環境 種多些樹 有些 綠色的植物 那樣 也都是它 能夠有效地去降溫的 這就是香港的特點 那我希望呢 都有機會呢 稍後時間呢 再邀請 讓我們跟進一下 即是接下來的新一年 其實是綠色議會的工作 和我們的重點是怎樣的 今天呢 我們時間手下 和你聊到這裡 祝你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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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